俗女白天很多事 俗女晚上有心事 幫妳搞定 俗女家務事 腫快等於癌症 媽媽反應超崩潰 醫生素診的時候 他們都會說有可能喔 四個月 五個月 四個月如果我癌症怎麼辦 摸到他耳後這邊 大大小小的 這樣就好幾塊 然後我就覺得很害怕 看著孩子就摸著他說 媽媽 真的很愛你 如果說他持續腫大 就要比較小心 那壓了會痛的話 其實不會痛的 所以我們比較會 比較緊張 西美妳知道啊 我覺得現代人真的 生活壓力都非常大 可能吃的也不是說 完成的這麼多的 健康的資訊 都知道 可是很難辦到 所以我們常常都會聽到 生命的朋友 動不動就做完什麼檢查 或是覺得發現身體 有一些不明的腫塊 或是什麼瘤 然後就會感覺非常的緊張 你知道我媽媽有一陣子 就是非常的緊張 然後會跑來講說 佩真的 我慘了... 我只要小一個 婚姻 然後我先去想說 找一個粉圓 粉瘤 粉瘤 對 然後我就說粉圓 粉圓是吃的吧 他說 粉瘤 就已經大驚小怪到 緊張到不得了 對 所以今天就要跟大家討論 如果我們身上長了一些 不明的一些瘤 很怕它會會致癌的惡瘤 首先我們要討論的就是 甲狀腺的結結 甲狀腺結結 現場朋友有相關的經驗嗎 有 我跟你講 我大概在小時候 四五歲的時候 我爸爸媽媽就擔心我會有 甲狀腺癌化的一個可能 可是你那麼小 為什麼會擔心到你頭上 對 你知道我爸媽有多神經了吧 就 但是是有原因的 因為我有 就兩個姑姑 我兩個姑姑 在很短的時間 就兩個人很接近的一個時間 是大姑姑先 大姑姑就是開始 突然覺得吃東西的時候 老覺得他這裡有異物感 然後覺得吞咽的時候 就是好像沒有那麼順 就覺得卡卡的 對 那因為他比較養生 所以他就去檢查 結果檢查了之後 醫生就說他甲狀腺有結結的 就是結結的一些狀況 然後醫生就說 那可能還是要切除 會比較安全 那我姑姑就想說 那當然就要切 因為也不知道以後 會有什麼問題 對 那我大姑姑就做 切了這個動作 那後來我二姑姑就說 不對啊 那我從小 我二姑姑是那個 從小他就是缺少點的 那一種體質 缺點的會不會有什麼狀況 因為點跟甲狀腺是 比較有點相輔相成的感覺 然後我二姑姑就去檢查 檢查完不得了 出來說他的甲狀腺結結 已經蓋化了 所以就是更早就有了 就是更早就有狀況 但已經都變成蓋化的狀況 那醫生就說 雖然是可能已經蓋化 但是安心起見 我們還是做切除會比較好 好了 那就到我身上 我爸媽回頭一看這個女兒 不得了了 因為我從小有氣喘 那我因為小時候很瘦 可是我的脖子很粗 我的脖子比一般的女孩子 都粗一些 會不會是因為 因為妳的臉比較小 我覺得是 因為妳的臉真的很小啊 但是大人看的時候 他不覺得 他就想完蛋了 這有沒有可能是家族遺傳的 一種體質 然後呢 合理擔心 對 合理的擔心 他們就去叫我 帶我小小的就去做檢查 然後醫生也說 OK 那要做檢查 因為要知道說 因為當然知道有家族的病史 然後我爸爸媽媽就在等 兩個禮拜的那個報告的時候 我爸媽的小劇場都出來了 我就記得我媽那時候 每一陣子想想看著我 這樣摸摸我的臉就哭了 然後說 我聽不懂 可是那時候我才四五歲 念幼稚園 我真的搞不懂 然後我媽媽就一直會說 媽媽就真的很愛妳 就是會有這種小劇場 然後我爸就三年兩頭說 寶貝妳要吃什麼 爸爸帶妳去吃 去買 就那一陣子我過了 有如公主般的生活 那後來兩個禮拜 檢查報告出來之後 當然醫生是說 沒有 沒有癌化 也沒有病變 可是說因為還是有遺傳的體質 所以就是特別會跟我媽媽說 含點的食物要在控制之中 不可多也不可少 所以就會變成 我媽媽對我吃點的食物 她就會很重 很在意 對 她就會很注意這件事 然後比如說像 如果有身體不舒服 或者什麼 她都會特別帶我去看診 就會跟醫生說 我可能講狀腺有遺傳體質的 比較有狀況 節節要小心 那耳鼻喉科醫生就會 就會知道 他們就會可能做助劑 會稍微注意一些這樣子 洪醫師我想請教一下 要先麻煩妳 跟我們簡單的說明 什麼叫做 用我們聽得懂的 對 用我們聽得懂的 太專業的 怕我們無法理解 就是什麼叫做 假狀腺結結 而且它的成因是什麼 是不是真的跟遺傳是有關係 假狀腺結結 其實顧名思義就是 假狀腺上面可能凸了一顆 那所以有的人可能會摸到 假狀腺是這個位置嗎 通常都在氣管前面 所以有時候我們是 吞口水的時候可以去摸 那成因的話 其實就像剛剛有提到 有時候可能是 那有時候其實是 單純就是假狀腺本身的 增生造成的 所以它可能會變成囊腫 或腺流這樣的狀態 那不過大部分的這種 假狀腺結結 其實可能都是良性的 那有的時候的確有的假狀腺 或許它會有一些 過度分泌的現象 那可能有的人會有造成 什麼假狀腺抗靜的情形 那也有的可能是因為 自體免疫造成的 那可能也會造成說 有一些假狀腺腫大 然後假狀腺抗靜的現象 不過大部分的假狀腺的 這個結結 其實通常都是良性的 那提醫師 所以像祖寧他們一家都很擔心 這個假狀腺結結 有可能癌化 它確實有這個擔心的必要嗎 是有 但是機會很少 而且其實有一個 醫生很喜歡講的一句話 就是說如果妳全身要得癌症的話 妳最希望得的就是假狀腺 因為它 治癒率比較高是不是 對 然後它進展得比較 沒有那麼快 但是它裡面還是有 比較不好的 它還是有分啦 對 大部分的人得到的 內類型的癌症的 它的治癒率都比較好 然後所以你可以跟它共存很久 甚至最後的死因 都不會是假狀腺 對 所以一般不管良性惡性 都要建議先處理掉對不對 沒有沒有沒有 要看 如果說醫生評估了之後 覺得比較像是良性的話 然後尺寸又不大 那就追蹤 但是如果一看就覺得 它好像怪怪的 那可能就要做下一步 抽先穿刺 然後去做切片這樣子 那不管是怎麼樣 妳有勇氣去做檢查 這一步就要先說讚了 然後再接下來就是 乖乖的聽醫師怎麼說 這樣子 對 所以這樣聽起來 好像這個 這個假裝性的結結 沒有到要讓人家 那麼緊張 那麼害怕 但是如果說 真的發現得很晚 或者是都一直不出力 好像也是會出問題對不對 確實 那像之前有一個 三十幾歲的一個男老師 他其實是在 其實很多民眾也是這樣 都是在健結裡面有發現 那已經知道 他這邊是有結結的 可是他自己回去上網檢查 就是上網查了之後 他就想說 癌化可能性很低 那他就覺得說 好像也沒有那麼必要 一定要去處理 所以他就忙於教學等等 就一直都沒有管他 可是其實後來他的 在偶然之間 他的一些同事會發現說 你的脖子好像有點 比較粗了 變粗了 然後他自己也有發現說 他好像 甚至他有一些 呼吸道的這個 阻塞的感覺這樣子 包括他在運動的時候 都會喘不過氣 那當然這個 一定就是有問題了嘛 可是他就想到說 那他的同事 他們剛好一個同事 也是類似的狀況 就是因為他靠近聲帶 所以大家會很害怕 這個後遺症就是說 變成沙啞 聲音不見 但因為他是當老師的人 他想說 那我沒有聲音 我怎麼工作 那就沒辦法交錯 對 那為了這件事情 他自己又猶豫了很久 然後拖了好幾個月 後來真的就是 真的讓他喘到不行 甚至就是 就算不處理 他也沒有辦法持續的教學 跟工作了 那他就去那個耳鼻喉科報到 確實就是做了手術之後 從病理的這個檢驗裡面發現 他這個其實就 其實是滿大的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最怕就是 自己鴕鳥心態 然後不願意去面對 然後到最後就變得就是 比較嚴重的狀態 而且他有講到一個重點就是說 他吞咽有問題 然後聲音有改變 然後講話是不一樣的 這個都要小心 這個就是附加的症狀 真的假的 對 那如果說我們真的檢查出來 有個這個結節 我怎麼知道說這個 是不是應該要進一步的去追蹤 醫生會幫你 幫你 幫你 跟你討論 然後跟你幫你做決定這樣子 對 那這個結節去檢查 是要掛哪一顆啊 一般外科 耳鼻喉科都可以 對 然後他們排的檢查就是 其實就是放射科醫生 跟他們在做的 對 然後他們放射科醫生 還會跟你的醫生討論 所以不是只有一個醫生的想法 是大家一起幫你 所以千萬不要自己上網查 自己當醫生 對 對啊 因為現在網路太方便了 所以大家有什麼症狀 就會你知道打重點 上去查說 我自己應該是這個 對 而且很多自我檢測表 自己貼貼 好像不用看喔 真的 醫療更方便啊 對啊 好好使用我們的健保 沒錯 好 所以還是要好好的 這個近期的做檢查 那因為剛剛有講到就是說 只要是跟甲狀腺有關的 好像跟食物跟點 都有很大的關係對不對 我們應該要怎麼吃呢 對 應該就是說 很多人都會有一個迷思 就是會覺得說 到底就是說 青花菜可不可以吃 對 因為十字花科的東西 對 因為十字花科 有什麼成分 它會抑制那個點的部分 所以就是想問大家 那你們覺得就是 到底可不可以能吃青花菜 青花菜 抗癌的好食物 對啊 當然可以吃啊 就是說它的確是可以吃 但是呢 因為像剛才竹妮有在說 就是你的姑姑嘛 對 就是有一種是缺鐵性的 一個甲狀腺的部分 對 缺點的那個部分 其實像她姑姑這樣的人 她就真的就是因為缺點了 不能再吃太多的十字花科蔬菜 那不能吃的原因是因為 她會抑制點的 因為她本身的點不夠 所以就會變成她會抑制那個點 就讓她更變成 甲狀腺會容易低下 更少 對 好 所以就要看種類 那第二個就是 我更常遇到的一個迷思 就是大家一聽到 甲狀腺的問題的時候 就會說 我不能吃一般的鹽 我只能吃低點鹽 那大家覺得對還是不對 她不是 她們就不能 不是射取過多的點嗎 開始就會有爭議了對不對 好 答案是 可以吃一般的鹽 對 不需攝取低點鹽 因為不需 所以我對了啦 所以我們答錯了 太晚還高興一下 不用食用低點鹽對不對 對 為什麼 因為其實那個往往會針對 真的就是甲狀腺癌 好 有一群人是甲狀腺癌 然後他要做這個放射腺 治療的時候 他就會有個低點飲食 在那十四天內 他才會有限制他 不能用一般的鹽 對 那可是一般的人其實 他真的在台灣因為點缺乏 而導致甲狀腺異常 其實是很少見的 對 所以我們不會去先 限制他使用一般的鹽 而是說有癌症的 一個部分群組這樣子 所以這個甲狀腺結節 我們還要帶大家 一起來做一個飲食的評估 就是說我們在飲食中 攝取含點食物的量 到底是否適當 第一個題目就是說 每天都有吃海帶類的食物 這樣是可以的嗎 我覺得應該不可以吧 不可以 對 有耶 有這個印象 海苔 海帶都不能吃啊 對啊 應該都是適量就好了嘛 不是 也是常常都會說 適量 但每天耶 每天 那什麼叫做 真的 點太多的人 我每天都會吃海帶 紫菜 然後那個 我們包那個海苔片 昆布 昆布有沒有 如果你是天天都這樣子吃的人 你真的叫做 點攝取過高 所以你的 那所以像小孩 那麼喜歡吃海苔 是不是不能讓他們吃那麼多啊 就是不建議他天天吃 真的 對 沒錯 那再來就是我們看就是 另外就是還有點比較多的東西 叫做海鮮 因為海鮮裡頭 就會容易吸收那個點 所以我們要來問問大家囉 每天都有吃海鮮是可以的嗎 一 二 三 來 請舉牌 我覺得不可以 不是說適量就好了 我想說講著我自己想說 那感覺檔致腫會爆表 檔致腫會太高 我也可以嗎 當我每一天都吃海鮮的時候 正常人沒有什麼印象 可是如果你是甲狀腺 是那個異常的 甲狀腺抗筋或低下 你知道 抗筋的人可能會變低下 低下的人可能會變抗筋 尤其在他們調藥的時候 可是海鮮包括魚 都不可以嗎 蝦子也是 對 魚蝦都不行 對 我那會比較簡單的建議 就會讓病人 就讓那個就是病患會知道 就是說我今天不要一整天都有 我可以明天有 這樣子是OK的 對 然後所以就是提醒大家 因為正常人沒有影響性 可是你已經是一個 被醫生說 你有低下 抗筋 接接 然後你也搞不清楚 到底是不是要不要怎麼做 我就會建議你可以用 像這樣的概念去評估一下 是 好 第三題就是 每天都有吃奶製品 可以嗎 奶製品可以嗎 現在真的搞得有一點 你要說奶算不算 有奶算不算 對啊 也算吧 算吧 起司有可能 起司 這個太難避免了 有些人根本不喝奶的 所以 對 好 那為什麼就是 建議就是不要天天 對 我解釋一下 因為其實牛奶本身的含點量 是因為它那個小牛要長大 或是奶水要充足 其實它也要吃綜合維他命 所以它的綜合維他命 裡頭是有點 可是那個點是容易蓄積在乳之中 所以它分泌出來的奶量 是容易造成就是有點的部分 對 那我們在國內 其實有做過連鮑酒乳 都有含一定的點量 對 所以就會變成 如果你一天就是每一天都喝 它就需要調整 否則會變成 它在做假狀腺治療的時候 也有可能會影響到 它的治療的因素這樣 那洪醫師我想問 那如果說真的只是 小小的這個假狀腺節節 它有摸到 然後它會自己消掉嗎 就是如果我飲食都控制好好的 其實假狀腺節節 通常並不會自己消掉 對 所以當然如果你有摸到的時候 其實還是建議你說要 進一步去做檢查 好 其實我補充說明 它跟大小無關 它是跟長相有關 我沒有遇過長這麼大的人 沒有得癌症 對 然後長一點點 0.2公分的是癌症 對 所以其實那個真的不要 你以為它消失不見 重點就是大家去做 超音波最精準 對 所以也不要覺得說 自己那麼小一顆 然後可能不會有事這樣 對 真的 OK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討論 第二個部分就是 淋巴節 因為其實淋巴也是大家就是 很容易有狀況的部分 對 而且每次只要聽到人家 得什麼淋巴癌啊 就好像都很嚴重 因為感覺淋巴是會全身跑的 對 感覺上是全身跑 像我那個時候我的國中時期 我就一直摸到 我的左後耳的這個地方 一直都有一個 微微軟軟 然後鼓鼓的 大概塊跟十塊錢大小的 一個腫塊 那因為我國中開始就會 配合 搭配著頭痛 所以我就一直分不出來是 頭痛造成了這個腫塊 還是這個腫塊造成了頭痛 那因為我從小身體 比較沒有那麼健康 所以我爸爸媽媽就會比較緊張 他們就帶去看醫生 我爸媽小劇場又出來 就是癌變啊 還得了 這個小孩身體已經這麼不好 你爸媽就是從你小 都一路劇場到大 沒有 因為我是早產兒 我才 我爸爸 我媽媽懷我七個月我就生了 所以我是很早產 我生出來才一千九百多而已 所以非常小 就是我爸爸媽媽就從小 就覺得我就是一個 很會生病的小孩 體弱多病 對 那後來就做抽取液 那醫生後來就說 應該那一陣子只是發炎 可是可能因為是青少年 對 然後他說可能是壓力太大 念書 或者是熬夜 然後跟我們的荷爾蒙 新陳代謝就是小孩要轉到 大人的那個體質 然後什麼都混在一起 就剛好我這塊淋巴就腫起來了 那但是後來就也吃了所謂的 應該是抗生素之類的 就是有消腫 消腫之後 醫生就有特別跟我媽媽說 如果我以後的感冒 或者是有身體的不舒服 一定要就是注意我這一塊 還有沒有再腫起來 因為他說怕是很容易 會同一個部位一直復發 可是像祖寧啊 他講的他是青春期 然後我剛剛就有想到說 有可能是荷爾蒙的問題對不對 然後可是我兒子啊 所以你剛剛說 你爸媽上演過小劇場 不瞞你說 你也演過 爸爸媽媽媽小劇場都很多 不是 因為我兒子那時候很小 然後有一天就是要陪他睡覺的時候 我就是也是摸到他耳後這邊 不只葉黃素 更咬蝦紅素 醫師推薦明眼人的好選擇 先陣 買單再送益生菌 加入會員再送 而且它不是一塊喔 它是大大小小的這樣子好幾塊 一串這樣子嗎 對 然後我就覺得很害怕 我想說怎麼會有那麼多的 一顆一顆的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開始到處就詢問說 要掛哪一顆 然後帶小孩去哪裡看醫生 可是那時候小劇場 就已經開始在演了 然後就真的會常常看著孩子 就摸著他說 媽媽 妳真的很愛妳 什麼 所以就想說那麼小 然後萬一要開刀的話什麼 就真的很害怕 然後後來去就是看了兒童 醫院的那個醫生之後 他就說就是叫我要密切觀察 他有沒有變大 那像我兒子現在已經十幾歲了 十一歲了 所以他那個其實有一點點變大 但你說就是還在 因為剛剛卓妮姐這樣聽起來 我就覺得好用功的人才有的感覺 好用喔 一個碗睡 用功 然後沒睡是不是 對 所以洪醫師 我們是不是有這個必要去擔心說 這個淋巴結是不是會癌化 還是我們要注意它有什麼變化 其實淋巴結的話是 也就是說其實我們應該要幫他 當作是我們的朋友啦 他其實是為了你 然後保護你的身體 所以我們小劇場可以先收起來 對 先收起來 因為淋巴結其實是為了保護你 所以它通常都會出現像 在脖子 腋下 然後腹骨勾 也就是說它要保護 你的這個細菌 不要進到身體裡面 對 有一次我也是洗澡 然後我就突然摸到 一顆 我這邊有一顆 而且就是有時候會很大顆 會鼓鼓的 對 可是我很大顆 然後有時候會痛 然後那時候我就又很緊張地 去看婦產科 然後醫生就跟我講說 你是不是MC來的時候他會腫 我說對 他說你回去再觀察一下 下個月跟下下個月 結果真的是MC來 他就腫起來 MC走他就沒了 他就說如果是這種 你就不用太擔心 對 通常像這種的他就不用太擔心 因為它其實就是保護你的身體 所以一般來講 你說淋巴結腫大 其實大部分有的是感染造成 真正是什麼癌症的病變 其實機率是比較低 那有的人會在什麼 真的去淋巴結化驗到有癌細胞 那其實我們也不叫淋巴癌 它其實通常有時候反而是 跑出來的 那那一種其實是 其他的癌症 像是乳癌跑到淋巴 然後淋巴結腫 對 那它其實並不叫淋巴癌 那真正的淋巴癌 指的是我們的淋巴細胞 就是我們的血球症細胞 產生病變 那那種我們才叫做淋巴 那真的會像大家講的一樣 它就是會跑全身 然後致死率非常高嗎 其實淋巴它是一個系統 它是一個網路系統 就跟我們的血管一起走的 對 所以它是全身跑的 那淋巴結只是它裡面一個構造 然後它有點像是那個篩 篩一些髒東西啊什麼 然後讓我們的淋巴裡面的一些 好的作戰細胞 可以跟外面的東西來對抗 這是淋巴結 所以淋巴結它這樣子腫大 好多 全身都有 那我們都不用擔心它有任何變化嗎 就這樣讓它放在那邊這樣 大多數其實都不用太擔心 然後但是的確就是像剛剛提到的 如果說它持續腫大 那這種的話大概就要比較小心 那壓了會痛的話 壓了會痛的大多都還好 其實不會痛的 對 有的我們比較會 比較緊張 我小孩 就是它一個會叫的狗 會咬的意思就對了 對 那種要注意一點 不是要嚇你 其實在那個淋巴癌的部分 我們的這個孩童時期 真的是 然後對 還有比較六十歲以上 就是可能跟我們的免疫系統 抵抗力比較弱的這兩個時期 會比較耗發 那之前就是有一個婆婆 她是在去年底的時候 她的那一段時間就是 有出現感冒症狀 那後來就緊接著又過年 那她出現幾個比較不尋常的是 她偶爾開始皮膚會癢 然後過年的時候 家人明明大家大吃大喝都變胖 只有她一個人 那不對 那當然就是不對了 突然報仇 對 趕快帶她去大醫院做檢查 那去大醫院檢查的時候 醫生一看她就說 你這不對勁 因為其實她就有看到 她的外觀其實就有變化了 她是在頸部的部位就是有腫大 然後同時也幫她做S光檢查 那S光檢查她後來是 有在那個就是胸腔這部分 發現一顆 13.5公分的腫瘤 13耶 很大耶 是第二期了 第二期的惡性禮拜 好大 她自己沒感覺 就是她就是前面有感冒症狀 然後當然就是後面 比方說我們剛剛講的 包括你的皮膚搔癢 或是你的暴瘦 這些都是警訓這樣子 其實像那個前衛生署長 葉金川 葉署長 她之前 她其實幾年前就得過淋巴癌 但是她是在哪裡發現 她在 對 眼皮上 後來去化驗才知道 就證實是淋巴癌 然後也有人發現在鎬丸上面 然後最近有一個比較被重視的是說 國外有發現蠻多做過熔乳手術 術後的這個婦女 那他們有植入某一種特殊的 材質的那種植入物的 這些患者 後來發生淋巴癌機率非常高 所以其實在去年的時候 衛福部有特別在做這相關手術的 這個手術同意書上面 有加注金魚 就是說如果你要做這個手術 你可能要注意這方面 就是要密切地追蹤跟監測這樣 可是其實淋巴真的是全身跑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有一些家人 比如說他去開癌症的刀是在肚子裡面 對 主治醫師還會說 我們會幫你看附近的淋巴結 所以因為其實全身都有淋巴結 都要去追 那如果是在脖子的話呢 就跟那個剛剛講的甲狀腺一樣 如果說你 你發聲音講話有困難 這表示這裡是真的有問題 那那個淋巴腫起來的時候 有時候其實不是淋巴 其實是你的 那個就很明顯有沒有 像有長過癌痺有沒有 紅腫 熱痛 甚至裡面有膿有沒有 對 那樣子就很明顯是感染 但是淋巴結的話 如果是淋巴的腫起來的話 它不會 外面不會有紅腫 熱痛那些表現 所以會痛的那種不舒服的其實 還比較放心 是 但是不管怎麼樣自己不確定 都應該去給醫生 對 去看醫生最安全啦 可是像不是有時候 我們會去做什麼淋巴排毒的話 那這樣子如果 有時候他說這裡有腫塊 我們推一推可能會好 那我這種推一推會不會 要推啊 那師傅不是推一推說 你這裡有結結喔 要把它推開 不然就是氣血就瘀住了 然後就越來越瘀啊 然後全身就不通了這樣 所以像他們說我們女孩子的話 就是胸腔前面這邊 還有腋下就是比較容易有 對 就要把它推 順推開 然後尤其是這邊也要拖 等一下 第一次一幕就不認同我的 因為推開是結結 不是淋巴結 不一樣吧 氣結吧 氣結推不推 不是 你淋巴你怎麼推 因為他 親愛的 你要推去哪 對 有一點想幫我上課的感覺 對 因為我剛剛有講了 一開始我有講了 就是我們大家都知道 淋巴結 淋巴結 但是其實淋巴 它就是 它是有管路的 它就跟我們的 跟血管一樣 對 它跟我們血管一起長的 然後淋巴最後把我們的淋巴 收收收收收回來的時候 它是鑄回血管的 它鑄回我們的靜脈的 所以它是一個這麼密的網路 你要怎麼推 那個在幫我們就是放鬆的人 都會說 你這邊淋巴要給它放鬆 或排毒什麼 從這裡按下來 它自己就在流動嗎 它自己就在流動 就跟你的血管一樣 其實它本來就一直都在 在循環 在排 對 那你說我們運動的時候 我們增加我們的血液循環 那我們運動的時候 其實也可以增加淋巴的循環 郭醫師 你看起來 就一臉想補充的樣子 有 我是受不了的 你真的受不了 我們這些女人們 對 因為其實真的沒有什麼 淋巴這種就是排毒的 那當然你真的可以說 你去推它可以促進這個循環 血液循環 但是你說真的要有排毒的功效 我都還常常喜歡 跟我的美容師說 那個可以幫我就是多加強 這樣搶淋巴排毒 對 然後我還想請問一下 那個毒是什麼毒啊 不是 多餘的緊張 所以要問一下婉萍 就是說那如果我們想要 顧好我們的淋巴的話 是不是在飲食上面 是可以有所幫助的 對 就是說 因為我們淋巴 其實在我們體內扮演的 還是跟我們的免疫有關 所以你要給它一些 那原物料來源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我們一些最基礎的營養素 維生素C A1 B12還有C 這幾個營養素 其實它都會影響到這個功能 大家就喵一眼就好了 反正就是跟淋巴的 那些功能有關 喵一眼就好了 因為我們熟悉的這個維生素 好 那我們就看一下 譬如說 但是我要提醒 譬如說後面大家對應的食物 譬如說像 維生素C 大家都會想說 跟這個什麼免疫有關 它其實就跟我們的淋巴系統 也會有關 但是要提醒大家 因為淋巴有時候 比如說像你們 我們感冒有時候 這邊會腫起來的淋巴對不對 這個時候的維生素C 請你真的要相信 古老人的智慧 就是老祖宗說 有些上火發炎的東西 這個時候就不要吃了 譬如像是辣椒 花生有沒有 這些就是我們比較容易 會說上火的東西 那這個時候 雖然它含有這些營養素 但是都暫時先 就先不要吃 對 比如說像 如果你這邊腫起來的時候 比如說吃個苦瓜 它降火劑 對於像淋巴結 有些人發炎腫起來 對 有幫助 或者像有些人感冒 腫起來的時候 他就會想說 那他到底要吃熱的東西 還要吃冰的東西 這個時候 對 因為它其實真的在這邊 疼痛發炎 你再給它喝一杯熱熱的雞湯 它等一下可能真的會更熱 對 那還有一些炸的東西 也就會要提醒大家 就是會比較燥熱 上火 對 都不要就對了 所以你看像杏仁花生 其實芝麻這些 大家都說是比較好的油脂 每天要攝取 但如果你覺得自己的身體 有一點發炎反應的時候 這些東西 好 所以這是好食物啊 但有沒有傷淋巴的壞行為 有些淋巴排毒啊 就剛剛 來下一個要吧 我們看到很多 其實在淋巴排毒 對啊 對啊 田醫師 我說什麼行為 其實是很傷淋巴的 對啊 就是譬如說去排毒 然後 硬要把它刮散的 對 刮 對 刮這件事情 其實有時候就很危險 因為我們皮膚上面 有多少的細菌啊 如果你刮得太用力的話 會受傷 受傷嘛 風窩性 組織炎 對啊 這很常見 而且我有遇過就是 它去 它常常去刮 它一直沒有注意到說 它其實後面有一顆痘痘 對 結果那個痘痘後來變成碟 然後好了又壞... 結果那變成一個密封窩在裡面 因為後來把它切開的時候 發現它裡面好多包濃 切不乾淨 就要住院 那就是因為 常常一直去刺激那邊 然後那個底下好了又長 好了又長 好了又長 對 所以就是下次如果 我們在報淋巴排毒課程的時候 我們就說 那不如我們來換一個就是 悄悄中文 對... 因為老師這樣可以解答 所以真的不能亂推亂刮 還是滿危險的 對 真的 好 所以呢 那我們接下來還要討論就是 可能會癌化的一些腫塊 因為其實有時候我們就是 大家不都講說女生啊 洗澡的時候 最好自己就 都摸摸 吸摸摸的 對 對 所以其實乳房是大家 非常擔心的一個位置 最近也是很常聽到 就是有人就是 有乳房纖維囊腫的這個情況 所以有聽到 最近有朋友這樣子嗎 因為滿多的人 小時候的時候啊 就是當有意識要檢查胸部 我就摸... 好像都常常會摸到一些 這樣一顆...的東西 然後就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 我高中畢業 我有個朋友去念護理系 我想說念護理系 學醫的... 我就把它抓到廁所 我就說你快幫我摸一下 我就是 是不是有什麼纖維囊腫 還是我癌症這樣子 因為我其實也是滿害怕 他就在那邊很仔細的 我這樣摸... 摸了好久之後 他就這樣 其實我不是這個專業 我早就已經摸完了 有用嗎 他把我兩邊摸完之後 他就... 摸完才說 摸完才說 妳要不要去找醫生 結果那時候其實 給醫生促診的時候 他們都會說有可能喔 所以妳是不是要去照一下 X光或什麼 但是妳知道嗎 就是人有時候 真的不敢去面對這件事情 就會一直... 就一直逃避 結果到我最後就是 最近不是剛生完小孩 然後哺乳的時候 每次滅乳顧問都會進房間 都會幫我檢查胸部 對 他檢查的時候就會一直說 媽媽 妳以前有纖維囊腫嗎 我說我不知道 我沒有檢查過 他說 因為妳這邊有一塊 然後這邊有一顆 然後這邊也有一顆 然後感覺呢 對 不像是那個 就是乳腺阻塞 但是比較像是纖維囊腫 我明天再幫妳摸一摸 結果明天摸一摸 他說 我覺得可能真的是纖維囊腫 妳要不要之後要去檢查一下 那妳到現在都沒去檢查 我沒有檢查 妳都四個月了 五個月了 四個月 如果我癌症怎麼辦 小劇長要小心 真的很愛演小劇長耶 就是因為如果妳是癌症的話 妳小孩怎麼辦 所以妳早一點治療 對啊 但是他們有說纖維囊腫有良性 所以他其實在這邊這麼久了 搞不好他就是良性的 可是其實女性有纖維囊腫的比例 是非常高的 所以她的這個成因大概有哪些呢 的確 纖維囊腫大概是 最常見的女性的這個腫瘤 那其實她大部分 我也有啊 都是良性的 對 然後她的成因的話 其實有可能跟我們的 像是荷爾蒙的變化有關 所以有的人可能就是 月經之後起來的時候 或許乳腺管會分泌一點點的東西 那可能累積在裡面 激久了然後就會變成這種 纖維囊腫 那俗稱的話有時候我們就說 這是水泡啦 所以其實大部分是不用太擔心的 所以其實纖維囊腫的話 它是真的很常見的 那我們都不用擔心 它有可能癌化嗎 或者是說 它有什麼狀況的時候 我們要小心說 已經有警訓了這樣 是 其實如果是真正的纖維囊腫 它是不會惡性變化的 但是就是說 當妳今天腫瘤很小顆的時候 假設妳可能只有一公分這樣 這樣的時候其實我們並沒有辦法 這個時候就去判定 它到底是纖維囊腫 還是是惡性的腫瘤 那如果本來是一顆 後來變兩顆或三顆的話 那一定要檢查啊 科性其實還好 有時候跟它的大小 然後還有參波上的一個表現 其實還是比較好 我發現醫生關心的事 跟我們關心的有點不太一樣 對啦 我們就跟科性變多 一定要檢查 然後它已經變大顆 對 但是還有一種叫做 纖維腺瘤 瘤是不是 纖維腺瘤 其實纖維腺瘤也是很常見的 良性的腫瘤 那纖維腺瘤的話 像剛剛前面的纖維囊腫 主要是三十到五十歲比較常見 那不就剛好是我們現在正年輕嗎 對 是 然後纖維腺瘤是比較年輕一些的 大概二十歲左右比較常見 那不過它因為是實性的 所以要比較小心一些 實性的 對 所以它的惡性的風險 通常有時候會比較高一些 纖維腺瘤跟那個纖維腪腫的話 我們自己在觸感上摸得出來差異嗎 其實摸不得出來 那我們這就看說 如果是纖維腪腫的話 它就是有需要就是去切除 或者是如果我會發現 我就要去做治療 就是把它拿掉嗎 其實以腪腫來講的話 並不會很建議說一定要去 開刀處理 因為囊腫的話就是太常見了 剛剛講八成的人都有 而且可能有的人是一邊就十幾顆 那所以你每一顆都去拿 那大概是會 對 而且它裡面其實就是水 像水的東西 對 除非它太大顆了 它這個一邊就有十幾顆的人 是不是跟它的體質有一點關係 對 你講這句話有點歧視 你有十幾顆 是 所以其實是沒有關係 就是定期追蹤啊 我在鼓勵 我在努力的鼓勵阿諾 要檢查啦 要檢查 所以婷醫師 你平常喜歡吃哪一類的時候 他太累 我以前年輕的時候 特別喜歡吃那個甜的 但是我後來現在 就不知道是因為年紀越來越大 還是我甜得少吃了 對 但是我就是在那個族群 就是需要定期追蹤的族群 對 那我也乖乖的 我連那個假奶那個攝影都做了 對 沒問題的 而且現在大家技術都很好 不會痛 不會痛 對 像有些人說 如果說你胸部 不管是囊腫 或剛剛的那個什麼瘤的話 那如果真的要去開刀 是不是會影響到之後哺乳啊 因為像我們都會想要 因為你現在在餵奶嘛 對 其實這方面 化驗或是手術 那會擔心說影響到哺乳的 有時候是因為它的位置 可能正好在乳頭後方 那這樣的話 我們的確怕說手術 會不會有影響到 就是其他的乳管的 對 就是說呢 不管是科術啦 或是這個大小 都是有時候 都是要密切跟醫師配合 也不要自己嚇自己 但是也不要太過輕忽 好 那比方說之前有一個媽媽 她其實一開始 她在她的左邊乳房 她有摸到一個很小 大概BB彈大小而已的這個影響 那一拖 一直拖 一直拖 拖到後來剛好那個 她女兒就是有著要做健檢 她就順便幫她媽媽 就是一起報名了 然後要帶她一起去檢查 在當下就檢查出 9公分 大了 BB彈變9公分 大了 對 她其實就拖了好一陣子 那那個診斷下來是第二期嘛 那就好險就是說 沒有再繼續的那個轉移 或者是說有擴散的這個狀況 所以目前就是在持續治療當中 還算狀況算穩定這樣子 那後來她的家人有罵她 就是說包括醫生也說 因為她自己的 就是說病人自己的姐姐 就是這個兒如癌過世的 等於有一個家族史的狀況 可是她還是這麼的大 也非常大膽的 就是都沒有去管她 所以就是包括家人跟這個醫師 其實也有再三地叮嚀她 你不要再迴避 她一定要好好再做處理 那我們說不是這個 沒有家族史就沒問題 像也是有一個案例 她是三十幾歲的上班族女性 那她自己在洗澡的時候摸到 那她一樣就是覺得說 我也沒有什麼家族史 說不定就是月經的關係 有時候就比較脹痛嘛 她自己自我解讀這樣子 那結果沒想到了 也是大概過了一年之後 結果她居然開始出血了 皮膚開始有剩血了 那就肯定是有事 就是有狀況嘛 那對 但是她還是就 就是撐在那裡 就覺得說應該不是 我自己抹藥看看喔 說不定是什麼皮膚的問題之類的 就又躲了好一陣子 大概過了一個多禮拜 那個血一直沒有停 所以那這下她一定等要去面對 一定要去檢查 後來就是有去檢查 可是真的狀況就不好 比剛剛講的那個媽媽 她已經變成三期了 因為她已經整個有 就是拓散到那個 就是皮膚層的部分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是 有時候身體上一些 腫塊 硬塊 不要以為她很小 就是不管她 或者是說這個 有一些前兆的時候 或是有一些警訓 就最好趕快去做處理 我曾經做過了什麼事 你知道嗎 就是我大概三十多結婚後 不是在做一些不孕治療 對 然後剛好同時間 我的一個 一個同學得了乳癌 她其實二十多 她就發現有硬塊 但是她因為就是年輕 然後那個時候 大家的觀念會覺得 我才二十多 怎麼會有 所以她也就沒有管她 然後到了三十出頭的時候 發現就開始不對了 因為發現那個硬塊 越來越明顯 然後才去檢查 就發現是乳癌 那可是因為那個東西 衝擊到我們同年齡的同學的時候 其實是很大的 因為會想說 才三十多歲 為什麼 對 然後那當然她現在是治癒 也是在追蹤中 是沒有失去她的生命 但那一陣子 我們那個同學 我們那一批同學 每個都洗澡的時候 都會同時 在那邊捏一捏一捏 可是她卻 這個動作卻幫助我 找到了我不孕的其中一個問題 因為我洗澡洗一洗 因為同時還要捏一捏嘛 然後要擠一下乳頭 說這時遲那時怪 我乳頭一擠 白色的分泌物噴出來 妳有牛奶 然後對 就像乳汁一樣 我會想說 這什麼東西 但那時候 因為我還沒有懷孕 我也沒生小孩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 擠出來白色的是什麼 結果一檢查以後 發現我是 蜜乳激素過高 蜜乳激素 其實蜜乳激素就是 那個其實就是母奶 可是問題是 但那個時候我是 沒有生小孩 沒有懷孕的過程 沒有坐月子 怎麼可能會有蜜乳激素 所以那個其實會造成 蜜乳激素太高 其實也不容易受孕 因為其實胃乳的媽媽 不容易懷孕 不是說百分之百 但不容易 然後後來醫生才說 原來妳蜜乳激素也高了 那我們就先治療 然後吃藥 吃完藥之後調整了大概半年 我的蜜乳激素才開始往下降 然後才開始下一步的不孕治療 那從那一次之後 因為我還是會緊張 像我的朋友 他很多什麼雞糊辣 那個就是雞鎬丸 雞薄 然後跟一些就是比較 荷爾蒙比較多的 像山藥那種東西 我的朋友都不太吃 因為他都說那些荷爾蒙太多 不論是天然的或是人工的 他都很避免的 我們來問問看營養師 就是像這些 因為台灣人其實很喜歡吃這些補充 對 麻油 對 然後尤其如果是冬天的話 對 所以真的會對我們的荷爾蒙 是造成影響的嗎 好 應該就是說 剛才我最常遇到的就是 山藥 牛奶 豆漿 是不是就不適合喝 其實應該答案就是說 它可以喝 當然有個蛋酥 就是如果你遇到 譬如說像我遇過有客戶就是 一天喝一千CC的牛奶 一千CC的豆漿 太多了 對 然後他們這個 尤其是女生 他真的就是 胸部也會長 然後纖維也會容易長 對 因為它其實是熱量的關係 對 那再來就是像 肌膚和肌屁股 肌屁股比較容易 是因為肌屁股真的熱量是高的 它其實就是肥肉的概念 那很多女生就是 所謂的泡芙豬 他其實體重正常 但是體脂肪很高 那像這樣子其實也會影響到 就是說高脂肪 高熱量 會影響到它的這個 這些荷爾蒙的一些改變這樣子 那如果像我這種 就是已經有纖維囊種的話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注意 我們的飲食會比較好 這邊一排是NG的食物 但是很好 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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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行 我會列出來 因為最主要它都是熱量高 很高 薯餅其實它真的是油脂 它薯餅本身有纖維 可是它油脂熱量太高 對 那就會建議如果你要換個早餐 就是蛋餅加豆漿 它會是一個比較天然的選擇 我了解 那中餐呢 譬如說像有些人就會覺得 我要有個蛋白質 所以會陽春麵加百葉豆腐 為什麼不行 百葉豆腐感覺很健康耶 對 因為百葉豆腐它是油脂 它就是這個 素食當中的肥肉這樣子 對 所以就會建議 我們可以一個涼拌豆腐 它相對選擇會更好 牛肉麵很好啊 因為牛肉麵其實 因為牛肉麵的熱量很高 對 你知道牛肉麵的 一碗牛肉麵的熱量大概八九百卡 明明吃一個便當熱量還來得到 所以牛肉麵真的怎麼樣 午餐吃啊 對 對 是不要吃 我想說中午吃到已經覺得 晚上更難消化了這樣 那我們最後看晚上 晚上其實很多人就會覺得 我要簡單吃 就是鍋貼 然後配個酸辣湯 或是一個滷肉飯 配個粉腸湯 或是鹽酥雞加上檸檬汁 因為這是夜市的 也不錯 對 這些都要提醒 它都是高糖高油的食物 所以熱量高這些東西就會影響到 我們的荷爾蒙的改變 那如果鍋貼酸辣湯 中午吃 也不行 他放到早餐啦 很想挖漏洞了 應該就是說 如果你是體脂肪高的人 就表示這樣的飲食組合 你不想放到哪一餐 哪一餐都不行 你都應該開始調整了這樣 所以他NGC 因為這些高脂肪高熱量 其實都會造成我們這個 荷爾蒙的改變 對 沒錯 那當然就是我們回應最後 就是剛才說要保養嘛對不對 其實目前就是說在這個部分 它其實它現在分兩個主軸 一個叫做 運動 因為運動它可以刺激 我們的荷爾蒙的 女性雌激素的代謝 把壞的雌激素 轉換成好的雌激素 第二件事情是 因為其實很多的荷爾蒙的代謝 最後的代謝物質 是在腸道做代謝出去 所以人家都說 腸道好人不老 現在其實越來越呼應這句話 對 所以對於腸道的健康 這件事情會更重視這樣 對 那如果說我們現在身上有一點腫塊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來關心它呢 好 那像我們 譬如說我們每次帶小朋友去看 醫生的時候 如果是發燒 喉嚨痛 醫生一定會做一個動作 摸脖子 對 會這樣子 然後他其實就是在摸淋巴結 因為這樣的淋巴結 通常就是會發炎的 會痛的 那是跟感染有關係的 那這樣的淋巴結 所以如果時間太長就要注意 對 所以兩個禮拜 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對 兩個禮拜以上 而且有越來越大 那再來剛剛又回到了 就是說 會痛的 會動的 可以動的 都比較安全 但是不會痛的 又硬硬的 然後又固定在那邊的 那就很有問題 就要小心 對 好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擔心的話 其實就是可以自己稍微 先做一些檢查 對 然後或是 我覺得固定的做健康檢查 是很必要的 對 所以如果真的 當你身上 如果有一些不好的東西 它真的跑出去之後 你後面要付出的時間 跟治療就會更多 沒錯 所以這些流 不一定是會致命 但是如果你一直拖 真的有可能 就會造成一些危險了 沒錯 今天非常謝謝各位 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專業的資訊 謝謝大家 也祝福大家一切健康 謝謝 謝謝 謝謝